這次選舉有很多基層有出現亡黨感這樣的情況 教長你怎麼看這樣的情形 你怎麼解讀這三個字 我覺得亡黨感的確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我們不感覺到嗎 今天中國國民黨的40歲以下的黨員 大概不到3% 這樣子下去的話 國民黨難道沒有亡黨的憂慮嗎 所以國民黨的黨員今天有很多的亡黨感 我是會了解的 因為再不改變 國民黨真正要亡黨 那亡黨的過程中怎麼樣才能夠避免亡黨呢 一定是從思想開始做起 所以這也是我這次參選很重要的提出了 我們必須在思想在理念上論述要加強 我們對民進黨的禍國殃民我們要痛擊 更重要的是今天民進黨掌握了所謂的仇宗 掌握了所謂的抗中 用仇宗去愛台 用抗中去愛台 如果國民黨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夠撥爛反正 國民黨真正有可能會亡黨 所以我覺得整個一個趨勢為什麼這一次基層這麼的熱情 包括今天投票率這麼高 一定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已經感受到了再這樣子下去 如果還是現在的領導方式 還是現在的格局 那國民黨的亡黨真的是快發生了 而我這次參選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喚起 整個黨員他們的熱情 他們的理念 讓從亡黨中變成一個重新找回我們的黨魂 重新再新我們的中華 所以這一次你看到這麼多的朋友支持我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國民黨亡黨 而希望中國國民黨能夠再造中國國民黨 黨內有一些人評估說投票率越高對你來講不見得有利 其實在選舉的過程中我覺得只要投票率高對中國國民黨有利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對我來講我其實投票越高 這表示所有的黨員對黨的一個熱情 對黨的一個支持對黨的一個關懷 以往為什麼投票率低呢 因為以往大家覺得說這幾個候選人 選誰其實都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 因為他們的理念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他們只是換人做做看而已 那這一次投票率為什麼會高呢 就是因為說 大家希望來選出一個 他認為可以改變中國國民黨的一個候選人 而不是以往那種所謂的大風吹 換人做做看 所以在我來看 這次投票率高正反映了 整個黨員 希望能夠國民黨有一個巨大的改變 至於您剛剛提的 投票率高對我有利或是不有利 其實我覺得 站在黨員的立場 投票率當然越高越好 因為這是對黨是好的比什麼都重要